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 嗯 还有狗狗 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套榜单哦 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有关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中国总局局长啊 局对陈一郎啊 写了一篇文章啊 然后呢 他的这个文章的标题呢 叫不能道歉的共产党啊 这个桌简字符啊 这么一个标题 然后呢 他就是通过这个啊 这样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呢 他说呢 看到了中共体制啊 不道歉的这样一种体制 然后他回顾中共历史上呢 他说这个中国统治者啊 并不是不道歉啊 中国历代王朝啊 这个向人民认罪 这样一种招书呢 汉代以来两千多年 平均每八年就有一回 但是这一次呢 武汉呢 经历76天的这个封城啊 然后呢 这个在中国人领导的这个话语中呢 他是啊 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的一个胜利 这是这个日本人啊 解读共产党 为什么对这个灾难性的事件 不道歉啊 他的一种啊 一种看法 据说这篇文章现在发表以后 引起了很大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网红们的批判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在这个最新的啊 美国的白宫 简报会上啊 有一个记者 叫CBS的记者啊 就问这个川普啊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散布不实的信息 为什么没有承担后果 那么川普的回答比较有意思啊 他说你怎么知道没有后果 至于什么后果啊 川普说中国会知道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安排这两个话题一起讨论啊 就是说你不道歉 但是呢 看着你要面临一个后果 所以我想听听 陈国祥先生你怎么看啊 这两个新闻的一个啊 事件 我想日本这个 这个作家写的啊 确实是 中国大陆国内 国外的人都有共同的观感 就是中国是不愿意道歉 中共这个政府啊 它历来都是比较高的一个姿态啊 那么它呢 即使它的政策啊 这个有错误啊 造成了人民的损害 它也从来没有低声下气的道歉过啊 而是一贯的就非常这个高的姿态 非常强的姿态啊 来面对这个国内外 这一贯的损失是非常重重大的啊 啊 当然啊 啊 啊 这个啊 啊 中共的政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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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的处置 是得到一些肯定 但是呢 前面的处置 它也没有好好的道歉过 甚至对于国外 它现在对美国啊 啊 像它 我们都讨论过好几次 它这个甩锅的动作啊 也就是它要把责任推给美国 或者是把这个源头呢 指向美国 那么这个都是对国际上啊 强姿态比较强的一个做法啊 那么其实现在中国呢 它应该是比较啊 啊 应该韬光养晦的时候 应该比较低的姿态 来面对世界 来面对啊 啊 国内的人民 因为现在大家把责任指向他 甚至现在国际上啊 出现了一个要求中国来赔偿 这样的一个呼声 那么这就是啊 一个舆论战啊 一个话语权啊 争夺战的一个做法 当然可能最后不会告上 什么国际法律 而且也不是也告不赢啊 但是呢 这个过程 它就是利用全世界啊 各个国家 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大陆不满 然后来进一步的扩大啊 扩大化啊 来作为一个反中国的 一个舆论的一个经营啊 那么这个来讲就是说 中国大陆啊 中共政权 面对全世界这种舆论啊 不利于它的舆论 它实在应该用比较低的姿态 来面对 面对国内的民众的诸多的不满 和怨气 它也应该低声下气的去 取得人民的谅解 甚至是一个同情啊 那么所以说 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 它这个一直强调啊 就是一种自信啊 那么这个自信呢 这个体制上的自信 或者是你这个 对于政府的一个施政能力 的一个自信啊 国家自理上的自信 那么是当然有可以肯定的地方 但这一次的疫情的扩大和上升 确实可以检讨的地方非常多 而且是国内外的舆论啊 都有所不满 在这个时候 日本那个这个作者写的文章 我想代表很多 中国大陆以内部 以及国际的一种新生 大家心里都觉得 是应该比较这个低的姿态 来寻求大家的一个谅解 当然现在中国大陆 采取一个这个防疫外交 对很多国家作为一个物质上 按这个经验传承上 甚至医疗队的这个派遣 来争取他的大家 对他的一个重新的肯定 但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觉得中国大陆 尤其中共这个政府 应该放低姿态 放软深调 那么这样子才能够 让大家更能 比较能够这个接纳他 否则的话 现在国际的舆论 对中国大陆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即使在中国大陆内部 我想不满的这个怨 不满的气也是非常慎的 所以现在要缓和民怨 要舒缓民气 我想很重要的 还是要比较这个低的姿态 比较软的一个姿态 来面对国内国外 这个陈国祥先生啊 说这种时候啊 要放低姿态啊 面对国内国外啊 但是现在问题是 好像 他们没有放低姿态 他们非常的高调 举个例子吧 他要这个湖北人民感恩 对不对 你要我道歉 我还没要你谢恩呢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他说不是我们要道歉 是世界欠我们一个道歉 所以说啊 跟这个日本的这个记者 写的正好是相反 对不对呀 那么第三个呢 好像也可以理解啊 北京的立场是这样啊 就是说 凭什么要我道歉啊 这个事情是随时 祸首都没搞定呢 事情是发生在中国危险 但是他起源不见得在中国啊 我凭什么要道歉啊 他甩锅是不是也有理由 所以这三个问题啊 我想请无强先生 再给我们回答回答 这是为什么北京到现在 这个他还不那么低姿态 甚至于还那么高姿态 是不是跟他说的这些 跟我刚才提到这些东西有关系 呃刚才现断了 我现在画面出来了吗 声音出来了吗 可以听到吗 现在有了对 好 我的问题你听清楚了吗 我听清楚了都听清楚了 问题最直接的 当然我们有最直接的答案 最直接答案就是中国没有责任政治 那么呃整个所有的官僚 他不是民选出来的 都是最高层 委派的挑选的 而且不是以技术水平 技术官僚这样的 而且现在越来越靠向 是谁忠诚 谁忠诚总书记 忠于总书记 都已按照这种政治站位第一 讲政治第一 作为唯一的标准来挑选干部 这是没有责任政治 所有人都向上负责 是一个官僚体系 是一个党的效忠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每个人某种意义上讲 在过去几十年的官僚体制 行程当中大家也养成了 按照所谓 按党的纪律 按照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来做 那么我相信所有这些官僚 至少大面上 都是在遵循最高 在遵循管理层的 一开始对这个疫情的各种指示 所有人都是但求无功 只求无过的这么一种状况 在发挥 那么确实没有人 我也看不出来谁有责任 来在这么一个责任体制下 所谓的责任体制下 有义务 有责任出来为他做的 他没有做错 所有人都是按照中央的文件 按照中央的指示 来办事情 来做事情 那么他道歉 从何说起来 这个是一个很荒唐的 然后我们稍微的延伸出去 就发现 众多的官场是没有道歉文化 当然没有官员会向人民来道歉 比如说文革 十年文革 其实最后只有平反 但是也没有道歉这一说 也没有说 对后人 对毛 仍然比如说邓小平 仍然是所谓的三七开的一个态度 还是肯定是七分 否定是三分 并不是说否定是七分 也没有道歉这一说 对三年的所谓的自然灾害 实际上三年饥荒 对过去的三反五反 各种的镇压 反右 扩大化 都没有道歉 中国的49年以后 整个共产党的政治文化 政治官场里头 就没有道歉这一说 无论是向人民道歉 还是向受害者道歉 只有在90年代初 刑法 刑事诉讼法修改 引入了国家赔偿之后 似乎在国家赔偿制度方面 似乎有了一些道歉的含义 但实际上 这些案件也是很困难 才能做出国家赔偿 而且做出赔偿之后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案件 我们也很难看到说 有负责任官员 在这个问题上 做出向受害人的道歉 没有 即使有国家赔偿的责任 也是由国家 抽象国家来承担 很多具体承办官员 并没有道歉这一说 没有追究这一说 即使有 非常少 我们甚至他不敢公开 不敢说把个人道歉 变为一个体制性的一种信号 比如说我们知道 对文化大革命当中 红卫斌打死老师 打死一些人 我们也知道 陈小平您也是过来人 我们知道有些著名的一些公案 比如说北师大附中 实验中学 当时校长被打死 等等等等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参与者 出来道歉 但是这种道歉 其实最后很快 就被更多的人 比如说宋冰冰 他们的不道歉 他们的坚持 给掩盖下去了 比如说我们知道 前几年去世的陈小鲁 他个人做了一些道歉 非常的少 非常的难得 从这种政治文化 我们再延伸出去 我们在中国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没有道歉这一说 我们点头哈腰 不小心 比如说插肩而过 撞了一下 或者说邻里街坊 出了点事 道歉不是没有 但是非常的少 我们口头上 中国人不像说 比如说你们在美国 我们在欧洲 一天说这个 I'm sorry 说Excuse me 可以说几十次上百次 在中国你听不到 对不起 咱们最近好一点 好 是这个吴强博士 这个 迈克有问题 导播 卡了 那个吴强博士的 迈克有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请 陈国祥先生 陈国祥先生继续 就是说 这个北京不道歉 那意味着这个 他也不会 觉得自己应该 承担什么责任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 在中国这方面呢 没有办法让他承担责任 那么美国总统 川普先生 在这个白宫的 这样一个简报会议上呢 暗示 是不是暗示 他要对中国 施加某种惩罚 让中国承担责任呢 陈国祥先生 好 这个美国政府啊 那么现在对于这个 所谓中国大陆 这个要承担 这个病毒扩散的责任 这个美国政府 有两种这个不同的声音 一种呢 就强烈的 这个要中国 这个承认错误 而且那个要各种 这个制裁的手段 让这个中国政府啊 来 为他的这个 所谓隐瞒疫情呢 或处置不当 来这个 进行一个 所谓补偿 另外一种声音 就是认为 现在应该是 这个对付 防抗疫情最重要 现在不到 追究责任的时候 何况啊 现在美国呢 要中国去旅行啊 去落实 1月15号 签订了中美贸易协定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那么去 过度的谴责啊 或者是 制裁中国 是对美国不利的 何况 现在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抗 抗疾病毒的 这个资源 都需要 中国方面 配合 供货 那么这个时候 你如果对中国 过度的打压 将适得其反 那么 那么 据纽约时报 最近透露的 这个川普政府 处理整个 这个所谓 病毒的过程 那么 就曾经有一个阶段 就是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 我们刚刚讲两派 比较鸽派的声音 川普听进去了 就是说我们 对中国有所求 这两方面 一方面要落实 1月15号的协议 第二方面 是这个 抗击疫情的 这个资源 需要中国提供 所以川普准备 对中国产品 比较 缓和的姿态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 赵立坚 中共的 外交部发言人 认为这个 在推特 要美国承担起 这个告知详情的责任 那么 甚至暗示 这个病毒呢 起源于美国 向美国做出交代 川普是 川普看了这个讯息之后 他就改变态度 就是不照 这个 鸽派的路子走了 他要走 鹰派的路子 而且甚至比鹰派 还要鹰 所以他就 中国病毒啊 这些话都讲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 美国政府呢 两个不同的这种 路线 所引起的这个 分歧 那么现在川普 非常清楚 他是站在 这个鹰派的立场上面 所以他为了 他的选举的考虑 他特别要采取 比过往 过之而无不及的 对中国的一个强硬立场 所以他说 中国会知道 他要付出什么 这个后果如何 中国自己清楚 实际上 这个川普呢 他是有盘算的 他的盘算包括 是不是 在这个科技的封锁上面 比如说华为的事情上面 我们更加强硬的态度 比如说 只要现在规定 外国的这个厂商 拥有美国的 使用美国技术 25%以上 就不能够提供给华为 他改为10% 你只要10%以上 你就不能够 供货给华为 那台湾那个台积电 这就首当其冲呢 不但这个科技的工作 在贸易上面 本来就要讲 第二阶段的谈判 第二阶段谈判 他可以更高的制裁 来施压中国 而且逼中国先履行 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 那同时他这个官罪啊 各种手段的使出来 要逼你在第二阶段 做更多的让步 所以这个特朗普啊 他在科技的封锁 在这个经贸 这个对付中国上面 他一定有他的这个 规划中的手段 那么在军事战末 我们看到 前一阵子 美国在南海的巡船 以及通过台湾海峡 比以前更加频繁 当然现在美国 南国母舰 这个舰上的官兵 得到中标 中招的非常多 所以影响他的这个战力 但是呢 军事上面 他要跟中国施压 这个立场 这个态度 也是会一步一步加强 所以这个 这个特朗普 这个至少在11月 美国大选之前 他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只会增加 而不会这个降低 吴强先生 刚才又这个技术性问题 现在我们导播说您 回来了 回来了啊 那么我 我就想就是说 就是在中国这边呢 没有一个力量 可以迫使北京道歉 并为他承担任何的后果 这是一个 大家可能分歧不太大 但是呢 你怎么解读川普先生 在记者会上 这样一种说法 难道他是准备对中国 因为这一次 隐瞒疫情 而对中国施加 惩罚 是不是这个 可以理解为 这是一种新的惩罚的警告 我们看312之后 就赵立坚的推特言论之后 从川普的记者会上开始说 中国病毒这个词 开始 他对中国的态度 就发生了变化 那这现在是他一贯 或者说从312之后的 一个继续 我相信这种对中国的批评 会一直延续到大选 延续到整个大选 贯穿到整个大选当中 今年基本上 他会继续这个论调 甚至会变得更强硬 譬如说我们看上一周 他跟习的电话通话 崔天凯 他用了两个词来形容 这个两个中美援手的通话 说是长时间建设性的通话 长时间我们知道 这谈了很多问题 中美关系现在处在一个低点 那么当然很多东西要谈 而且涉及到翻译的问题 那么建设性 这是很有意思的 建设性其实就意味着双方 某种意义上讲 分歧是很大 一个婉转的说法 这个建设性的通话 实际上是指的是双方在电话 通话当中已经有了一些争论 已经分歧是很大 这是一个相当不妙 我们不能说危险 但是确实是相当不妙的信号 换句话说 无论是川还是习 可能都在上一周的通话当中 碰到了一些钉子 这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通话之后 川普继续讲 说当我们看CPS的人 问他这个结果怎么样 那当然自然会有结果 那这个话 不无威胁的意思 但是不无这个 真实的态度的表达 蛮真实的态度的表达 川普 当然我们不否认 他很大的程度上 表演性是很强 但是他真实流露出来的情绪 也是次数场合相当的多 那么我相信 他这么一个表达 是对习川电话通话当中的 真实的情绪的反应 就是这个后果是蛮严重的 是对中国表达了不满 我相信这种不满和表达 是他们在上一周的电话通话当中 一个蛮值得注意的 或者会影响到中美今年的关系 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是实话实说 未必说是为了主导他的大选 当然跟他大选的 对华的这个基调是有关 但是至少上周通话 中美之间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些 所谓建设性的 实际上指的是差异性的观点 应该说是会得到了强化 那么未来还会静下去 那么这话实际上就回到 我们最初的问题 关于道歉政治和道歉文化上面 那么舆论他们两个 我相信不会互相的谈 道歉不道歉的问题 但是舆论似乎在围绕道歉 在发酵 而这个是中国陷入到一种 非常被动的状态 我们知道这个被动是意味着什么 从1972年 比如说中日建交谈判开始 我们看中日之间围绕着 对二战对抗日侵略的道歉 一直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这个道歉这个词 在中日从1972年建交到现在 现在最近几年还好一些 但至少到十年前 一直是中日关系当中的 一个牵制性的码码 一直是贯穿中日关系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线索 一直是中国高姿态地要求 中国日本为二战做罪行 要道歉 而且要诚意的道歉 要全面的道歉 围绕道歉 中国某种意义上讲 道歉政治 就成为中日关系当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牵制的筹码 一直没有断掉 那么在其他国家 我们看到道歉政治 被中国的小粉红 被中国用在几乎任何方面 所有人都会要求道歉 华尔街日报写了一个亚洲病人 中国外交部可以要求道歉 那么独卖新闻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我们也看到国内 也是要求独卖新闻来道歉 这独卖新闻在日本的大媒体当中 对中国的批评 在我观察 其实是相当的少 相当的温和 那么现在也被弄到了一个焦点上面 也是中国舆论部门 舆论 我们不能说舆论 应该说舆论部门 因为真的是有人宣传部门 意识形态部门 在制造这些舆论 他们在要求独卖新闻道歉 中国总是在过去的几十年 扮演着要全世界各个人 各个国家 各个政党 各个媒体 各个甚至比如说NBA的球星 来道歉 要求其他道歉 是中国对外政治 公众外交的重要方言 我们说中国公众外交 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变化 很开始重视 甚至重视一些援助 NGO经济 软实力的交流 但实际上 道歉政治一直贯穿在中国的 实际的公众外交当中 这是很有意思 另外一方面 我们刚才回到 我刚才信号中断的地方 就回到中国国内的官场 政治文化是没有道歉这一说 中国的日常的社会文化 当中道歉 也是非常的弱 换句话说 它反映过来 这个没有道歉的社会 它是什么一种社会 这才是我们想问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 不是一个政治社会 不是一个基于 对权力义务 对责任分得很清楚的 一个社会 不是来承担这个东西 那对政治家来说 同样是这样的 在过去我们说 有道歉的话 那实际上是指的是 东汉 指的是汉朝 从董仲书开始 谈天人合一 那么皇帝要为 他的自己的品行 不断 要为他自己做的这些错 要做一个道歉 要降罪己招 这是中国过去2000年 鲁家对专制皇权的 一个很重要的牵制 一个体现 在中国现在 在共产党政治当中 其实完全没有这一种 完全消灭了这一种 这是中国的一个 极权政治的特点 虽然投手生争 过去十年 还要回到鲁家政治 而且即使在共产党时代 比如说即使在五六十年代 我们说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人修养 也是有很多 鲁家政治的东西 但是道歉政治 这是完全没有的 只是说在 比如说六十年的时候 刘少奇讲过 人相识 要上史书的 把鲁家政治的东西 在刘少奇身上 还多少的 能够看到一点参与 还在发挥 但是他对毛的牵制力 也是很弱的 有但是很弱 但到过去八年 这种传统鲁家的一点 仅存的一些道歉政治 其实都没有了 那么基本上就是 退化为一个 一个很现代化的 很二十世纪的 一个极权主义政治 无论他跟苏联来比 还是跟纳粹德国来比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没有道歉这一说的 但是他会反过来 他不断地在延续 中国传统政治的另外一方面 是要求其他国家来道歉 这种外交当中 就是非常传统色彩 它是一个面子外交 很看重自己的面子 很看重国家的尊严 很看重一个 抽象的国家的尊严 但是他对个人的尊严 对公民的尊严是毫不在意的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 官员们并没有平等的意识 没有尊严的意识 但是他对国家的尊严 特别的在乎 而且这尊严 某种意义上讲是 它不是一个 说某种意义上讲 它不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关系 当中正常的外交 所应该建立的 还是一种前现代的 很重视面子外交的一种 要求他们来道歉 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前现代和现代的 这种外交 内部政治混合在一起 都看到这么情况 好 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先关注到这 因为川普先生呢 也只是 现在暗示 有可能这种惩罚 我们可以积极关注 到底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那么下一个